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 非常著名的薰衣草 它又长得茂盛呢 我刚从这里剪了一大虫下来 我们现在要来做擦枝 我刚刚经过我的修剪 有部分叶片拉下来 像这样子一根长长的 然后我剪下来有一部分顶牙 比较长的部分就剪下顶牙 跟它分成两段 然后我们顶牙已经插上去了 忘记拍现在才想到 好 我们就这样子插上去吧 然后再补点土吧 就会完成我们的擦枝动作啰 就是这么简单 OK 然后我们把它补上一些土啦 稍微的压实 稍微的压实一下 让它不会晃动 它才能有办法去扎根 好了 我们完成我们两盆的这个薰衣草 两盆薰衣草的叉汁 还有剩下的部分呢 可以泡茶 太棒了 这就是我们的薰衣草茶汁 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两株 我们九月十一 从原来的这里的薰衣草 你看又茂盛了 九月十一减的 然后青年半个月后 你看又长得非常茂盛了 这个就是这个季节呢 秋天呢 这个季节呢 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你很丰收的季节 因为植物开始又因为气候 这个风啊空气啊 然后水分啊都是足够 所以可以让植物可以长得 碰碰碰碰 拼命的长 长得大大的 可爱的 那这薰衣草是我们九月十一剪下来 今天九月二十七 也就整整的半个月了 整整半个月 它已经长得非常好了 那么我现在就要把这个小小盆栽呢 移到大盆栽 哦 我放了一点这个 就是有机土 那么这个是我自己堆肥的土 百分之九十 九十八都是自己堆肥的土 好然后会放一点点这个有机培养土 好我们就来就来把这个从小小盆里面给带出来 我们看得到啊 我底下是铺了这个咖啡栋子 看看这个根系 已经都长满了 所以是很棒的 那么我们就来把它给植入 稍微深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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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OK 把它盖上去 好 另外一盆呢 一样 把这个盆栽 稍微的捏一下 转一下 它就出来了 好 我底下一样是放了 放了咖啡栋子 当做垫底的 然后你看看这个根系也是一样 都已经长 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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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非常美妙了啊 一样挖个小洞 让它住进来 再十天半个月 它就非常的茂盛了 好啦 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薰衣草的移植啦 这个是德瑞克薰衣草 可以泡茶 做纯露 做化妆水 做香皂 非常助眠的 薰衣草 完成咯 那就是我们美妙的薰衣草 完成咯